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出现在3月6号 7月8号以及10月31号 每一次水蜜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少则数十天多隔一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次水星秘形分别出现在双鱼座 狮子座以及天蝎座 也就是火象水秘和水象秘形 也正因为如此2019年的水 秘 对于这三个星座的影响较大 土象星座 虽说这一年里并没有土象水秘情况出现 但土象星座们也就是金牛座 厨女座 以及摩羯座 依然需要小些水秘带来的影响 要知道这三个土象星座都是那种 极为重视事业 将金钱看得很重的类型 而水秘对于个人事业运财运的破坏较大 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面临破财危机 保持健康的身体 以及做好充分准备 才能够解决水秘期间出现的工作问题 风向星座 双子座 天秤座 以及水平座 并不会在2019年中 遭遇太过严重的水秘霉运 水星秘形对于它们的影响较小 更何况这一年中 除去水秘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星象变化 所以即使水星是双子座等星座的守护星 它们也不会因为水秘而面临工作 生活等问题 不过在水秘期间 风向星座们 还是要多加注意自己的人际关系 水向星座 由于天蝎座 双鱼座 将会在这一年迎来水秘 所以它们和巨蟹座这些水向星座 将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必须要在水秘来临的时候 小心出行安全 避免遭受意外 火象星座 白羊座 狮子座 以及射手座在面临水逆时遭受的影响并不严重 相反 随着代表着幸运和变化的木星 入住射手座之后 火象星座的运势会因此而获得极大的提升 它们在这一年里 可以在不同领域有所收获 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互动 转发分享 视频结束感谢观看